嗨 各位聊日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余雅文中医师 冬天到了 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肚子特别容易饿 食欲大大的增加 据很多研究统计发现说 冬天到了 尤其是女性 平均一个冬季下来会胖了三公斤 三公斤已经是一大坨脂肪累积在身体了 那怎么办呢 放心 我今天就来当大家的救星 分享一些小撇步 告诉大家中医看待减重的正确观念 以及分享给大家如何 轻松不挨饿的减肥方法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 觉得说我减重一定是要少吃 一定要挨饿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们脂肪代谢 也需要食物当能量代谢 那重点是你要选对食物 除了选对食物呢 还要重视饮食顺序 还有饮食的内容物 其实都不吃淀粉 在国外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不见得适合东方人的体质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胃气比较弱 胃气比较弱的时候 反而以米饭当主食 能够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 重点还是老话一句 我们就是要吃对时间 什么时候是吃米饭的比较好的时间呢 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养胃气的时候 我们早餐吃对东西吃得饱的时候 反而能够启动一整天的代谢 除了淀粉以外 优质蛋白质还有蔬菜也不可少 所谓的饮食顺序呢 其实我觉得我建议一个 叫做微笑餐盘的概念 一半以上是菜 就像我们一个餐盘 下面一个大大的微笑都是菜 然后四分之一是肉 四分之一是淀粉 第一个呢 我们就先吃菜 第二个呢 我们就再吃一些优质蛋白质 比如说猪肉 鸡肉 瘦肉的部分 第三个呢 最后我们再吃一些淀粉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之前吃了一大半的菜 还有吃一些肉 其实身体已经 大概已经六分饱了 最后呢我们再留一点点胃 吃一些淀粉 也不会过度的摄取 而且能够摄取到 淀粉的一个好的能量 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减重最切记 就是说血糖波动太快 而且减重最切记 一直饿肚子 那正确的淀粉摄取呢 能够有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 让自己比较不会容易挨饿 也比较不会乱吃东西 减肥停滞期呢 其实常常出现在我们体重下降 大概5%的时候 那停滞期呢 其实有些人可短可长 有些人大概几个礼拜就过了 有些人甚至过了一季 大概两三个月以上 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保护机制 大概下降到3%到5%的体重 我们所有的内分泌 所有的新陈代谢 会适应新的体重 之后呢才会再下降 那停滞期呢 首先我们要检视自己的饮食 内容物还有运动的量 停滞期的时候不要急 其实我们还是正常的饮食 只是加大我们纤维质的用量 而且加大我们的一些运动量 重点是一定要早睡 因为很多人都忽略这一点 早睡呢让内分泌平衡 让我们新陈代谢良好 才有办法启动肝肾的排毒 才能够顺利度过这个 减重的停滞期 其实外国有一些研究 认为说洗冷水澡 身体代谢会变快 可能因为有这样的迷思 大家会认为说 我冬天是一个减重的好日子 其实不见得哦 我们常常中医讲说 人是天地的一部分 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大家观察大自然 发现冬天的时候 动物在做什么呢 都在冬眠 那冬眠的时候 气血会往内收 所有的能量往内储存 人体也是一样哦 当你的能量往内储存的时候 其实是不容易减重的 所以在冬天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食物 要选对食物 选对饮食顺序 冬天不要在被窝里面发烂了 起身来动一动 让身体暖和起来 会比较容易燃烧脂肪 降低食欲呢 其实会有几个方法 穴道按摩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方式 我介绍四个穴道给大家 四个穴道呢 其中有两个穴道 是对称性的 第一个就是天书穴 天书穴呢 是我们位积一个很重要的穴道 位置在哪里呢 就在肚脐旁边 三根手指头的位置 比如说在吃饱饭 休息一小时之后呢 可以常常按摩这个天书穴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促进消化 增加排便 而且能够防止 我们肚子的脂肪累积 第二个穴道呢 就是中腕穴 中腕穴在我们肚脐上面 大概是五寸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针对我们的 胃部的一个功能 就是让我们的胃酸分泌 不要过多 胃口不要太开 在上腹的地方 不要累积太多的脂肪 第三个穴道呢 就是关圆穴 也就是女孩子 最在乎的小腹的部分 关圆穴在哪里呢 是我们肚脐以下三寸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肚脐以下 四根手指的地方 这个穴位很特别哦 除了能够防止 我们小腹的脂肪堆积 还能够有些女孩子 会在生理期的时候筋痛 肚子痛 或是在生理期的时候下半身 肚子特别容易水肿 我们可以按按这些关圆穴 让他身体温暖起来 多刺激这些穴位 也会让我们的腹部比较平坦 其实中医西医呢 减重各有各的优点 那我们中医呢 很重视一个人发胖的原因 希望从体质上根本的解决 在我们中医来看 减重有分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轻浮肺物的阶段 首先把我们身体已经累积的 一些弹湿肺物脂肪呢 或者是一些毒素给代谢掉 第二阶段呢 就是我们调整五脏六腑的功能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如何正确的排出来 以及我们正确的代谢出去 有赖于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 第三阶段呢 才是增强代谢的阶段 也就是说呢 我们人体呢就像一部车子 车子呢要怎么样开得好 不能够一开始就猛吹油门 第一步一定是把它的一些脏污垢 一些油管通一通代谢废物丸 第二个把它的零件给归位 把零件给修好 第三阶段才能够增强马达 我们人体也是一样哦 运动啊重训啊 有氧这个时候可以摆在第三阶段 因为你身体的五脏六腑气血 已经健康了 你的运动效率会特别好 肥胖脂质呢 我这几年看下来 我简单的分成三大类 是我比较常见 第一个在台湾最常见的 就是湿气重的皮须的一个肥胖 这个在女孩子非常常见 因为一到下午呢 这些女孩子的脚底 或者是那个小腿部分 常常会水肿 然后一大早起来呢 眼包也是会浮肿 都是属于水肿型的肥胖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胖 他只是肌肉和脂肪松软 身体的体型特别松垮 这种肥胖其实最好治疗 只要拉高他的代谢率 好好吃饭 其实很快的代谢肥肤 就会排出去 第二个呢 比较麻烦的是 肝育型的体质肥胖 这些人呢 都是属于女强人 或者是属于高压的族群 特别晚睡 晚睡的时候呢 我们内分泌会失调 我们受体素分泌会扁少 所以呢 这些人会有一个现象 食欲大大的提升 而且呢 这些人的月经周期 通常是不稳定的 月经周期不稳定 荷尔蒙混乱 很容易就会造成说 我们脂肪会堆积在小腹部 然后第三个呢 我在男性族群比较常见 是胃热型的体质 很多男性朋友呢 一下班就呼朋引伴 去居酒屋 喝啤酒 吃一些烧烤炸辣 这些东西 很容易你会发现说 这些人的身体 有一个状况 他的肌肉还有脂肪 特别的结实 而且红光满面 健康检查下来 都会一连串的红字 比如说高血压 这种人其实我担心的 不是只有身体体型的变化 而是他的三高问题 造成他晚年的时候 中风啊 或者是失智症的危险 大大增加 所以这类的族群呢 反而是我比较呼吁说 特别要注意健康 要特别快一点减重的族群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说 中医减重 是不是一定要用埋线 用针灸 还是用其他方法呢 减重其实是病人 还有医师共同合作的一个结果 病人要负一半的责任 怎么说呢 其实对于减重的患者 我会特别严格要求 胃教一些尝试 例如如何吃 如何睡 如何睡对时间 如何做对运动 这蛮重要的 说到医疗部分呢 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是 中医埋线方法 中医埋线呢 其实就是针灸的延伸 大家想想看 我们在诊所 或者是医院针灸的时候 你的针不可能 24小时戴在身上 可是埋线呢 就可以改变这个困难点 埋线呢 是我们把一段的扬长线 埋在你的穴位里面 然后那一段扬长线呢 大概7天到10天 就会被人体吸收掉 在吸收的过程中呢 就等同你的穴位 有一个刺激点 分分秒秒去刺激你的穴位 那这样有个好处 其实对于穴位的刺激 是长效型的 刚才我有分享过 几个减重的穴位 例如天书穴 中晚穴 或是官员穴 或是其他的穴位 例如像一些带麦穴 或者是有些女孩子 会特别介意 比如说蝴蝶秀 我们常常会有 尖针穴 或尖鱼穴 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 埋线穴道 重点是 我们埋完线 不要以为说就没事 就可以大吃大喝了 其实埋线只是 医疗的一小部分 我们还会针对 个别的体质 个别的用药 甚至针对个别的体质 还有生活习惯 指导说你该吃到哪些东西 这些我们三大条件配合 才有可能成功的减重 今天就聊到这里 你有类似的问题困扰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最后也请订阅聊日子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余雅文中医师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